我的車借給他 我的近戰借給他去比 結果他借了給我拿冠軍 然後把我的近戰給摔爆了 所以我印象深刻 打開看一下 DM 好好好 謝謝 我跟你說 沒事啊 最重要就是DM 你拆開我想看一下那是什麼 有人說如果你要開箱 這種媒體贈品很無聊 但我還是想開箱 這一個 你知道其實 漱口袋 漱口袋 對 大 可以吧 不要不要不要 就如果你做壞一次就可以這樣套住 好啦這個收起來 我跟你說每次這種東西其實你可以 你去看 拿好 好不要管他 就是 這種東西照理來講他都不會出錯 可是其實你仔細看有很多車廠的DM 會出錯 這我還沒有仔細看 我去找看 會有一些 錯誤在裡面 好今天來這邊試駕 我剛剛直接把車抓過來 因為我們那個影片做完了 這兩款顏色書實在的 正常的我應該會買這個顏色書 不會質感崩 低調內斂 沉穩 但我剛剛看到這個粉紅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而且啊你不要動就那個角度不要動 各位啊你看叫他不要動他還是動 這個角度有沒有一種 R1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這一次知道他改款以後 因為網路上在他發表之前 就已經有人在傳說 欸 有人在車廠裡面看到車了 然後偷拍上傳 那當然因為你真的沒有在人家店裡 沒有經過人家同意就拍 會被人家要求下架 我覺得無可厚非 但真正重點是 我以實車來看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可是偷拍真的 拍的不是很好 所以 難怪啦 有些車廠他們在事前要保密 因為 你車子明明設計的還不錯 但是拍不好 看起來大家可能就對他說 沒興趣等等的 OK 各位 那這個呢 我剛剛看到直播 因為我們今天有參加那個 山陽的直播 有人說啊 這個出來以後 大燈互片的改裝業者 倒在懷裡哭 過去Jet的車系從Jet Power 到Jet S 大家都很喜歡改它的燈 因為它的燈具 我覺得它的本體是不錯的 所以你可以加很多不一樣花樣在裡面 但現在改成外漏色以後 我覺得下一波改裝的重點 會不會是大家把燈殼裝回來啊 搞不好 然後頭也變得比較有殺氣了 那這一次其實我覺得改款 就我自己來看 我覺得 有一個地方很有趣啦 就是 以前我們都會希望車子要大改 由內到外 所以你看 DRG是這樣子 Messon TL是這樣子 可是Jet S好像 感覺上有點失望 改的不大 但是我們剛剛有確認過 你以車款定位來說 它就是屬於小改款 為什麼要小改款 因為 這兩款車 都是七期環保 那它在七期環保之後 原本的Jet S就有了 可是因為 很久沒有做一些改變了 所以它針對燈具啦 針對USB 雙黃錦式燈這些東西 去做一點小改變 讓它有改款 不會太無聊 但是又不會增加太多成本 因為你真的要有成本 有研發的資源 其實你要投入在之後的大改款才對 那我剛剛偷偷問他們一下 應該短期之內不會有啦 所以你對 不會有大改款 所以如果你對這兩台車有興趣 應該說你對建的車企有興趣的話 這個版本 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那今天來之前啊 就在高鐵上 我忽然意識到我好老 因為Jet Power 就是它的第一代 Jet Power 是在2009年8月中的時候 推出的 那個時候我正好當兵要退伍 88救災 風災回來了 那 那個時候就意識到說 哇這個車子不太一樣 因為它第一次在台灣亮相 就是有一個日本選手 長谷不潤 騎乘而且拿下冠軍 我印象非常之深刻 為什麼呢 因為它比賽那一天就是88風災 那88風災 我沒有去比賽 我的車借給它 我的近戰借給它去比 結果Jet給我拿冠軍 然後把我的近戰給摔爆了 所以我印象深刻 然後不知不覺才發現說 這個車系已經10年了 09到現在2020了 所以 有點感嘆 不知不覺這麼老了 但如果我18歲的時候有這樣的車 我覺得我也會去拿它來比 好啦其實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這一次因為再來之前做一點功課 我覺得Jet的車系 它對出現 它對台灣的賽車是有一定影響的 因為過去大家就是近戰 近戰近戰 但是在Jet X出來以後 這個生態有點改變了 那我為什麼會去關注這個事情 因為今年我真的真的 想要找個車來比賽 但我不知道要比擋車 速克達還是電動車 所以 大家給我一點意見吧 如果速克達是我們乾脆弄一台這個來比 還是近戰比較好 不知道 好啦總之就是這樣 這禮拜工作比較忙 睡得比較少 但這種奇奇怪的影片還是會做給大家看的 訂閱這個頻道 也訂閱Bikein OK 下次見 記得跟我講 要選哪一台車 OK 下次見 拜拜